假日在台北市新衣商圈 台彩公司举办了环游台湾快乐瓜的体验活动 不少的逛街民众加入试手气 独特的数位互动体验也带来人气跟买气 今年台彩有多项活动与加码 预料也将增加工艺的盈余 中末假日的新衣商圈 逛街的民众在掏过荷包shopping之后 刚好试试手气就是要把花的钱赚回来 我刚是因为有种到一千块所以在买 现场集瓜集队还有数位互动的瓜瓜乐 新奇的体验不但带来的人气 更冲高了买气 我们要提高消费者的一个兴趣 所以才在现场特别设计一个数位的瓜瓜乐 让没有买过彩券的人来体验一下瓜瓜乐的乐趣 台彩一直推出新的产品 对我们的买气上会很有帮助 来环游台湾快乐观 两点好 试手气还可以做工艺 这也是台彩不断吃鸡买气的目的 光是去年就有1640亿的工艺盈余 其中的820亿依注到社福机构 今年在多项活动推出与加码下 预期将有更大的成长 未利财大概成长了50%以上 那大福财也有10%的一个成长 业绩提升 工艺激增 当您在试手气的同时 也无形中的积了功德 或许哪天也会受到财神爷的卷布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